看電影 吃個飯然後跟朋友出去吧 就剛好跟家人出來走一走吧 可以賺到一天颱風假會很棒 我的工作的話應該是算有賺到 我本來應該照理講說今天要上班的 對 然後就因為颱風的關係 天后因素所以我不用上班 就是臨時約的 因為今天風雨沒有很大 就是原本六日想做的事情 就可以拿到今天來做 這樣變的人很多 原本休假的人就沒有辦法 訂到餐廳什麼的 我們沒差耶 因為護理師是沒有放假的 還好耶 就不要放比較好啦 就是風大雨大家都很危險 因為其實今天風雨好像也還好 現在下雨天嘛 可是風雨沒有很大 但是又可以出來 如果以昨天的風雨來說的話 是真的要需要放假 可是今天颱風嘛 然後轉向之後就變弱了 早上雖然沒風沒雨 可是現在風雨滿大的 所以應該覺得還好 我自己是覺得不太好 但是因為這個颱風店你也知道 很難預測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 這沒辦法的啦 這種天才本來就沒辦法預測 人命本來就不能拿來賭博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決策 應該假如每個市長都會這樣做吧 因為昨天看氣象的那個路徑 確實是會經過台北市的這樣 好像只有風雨也不是特別大 所以應該沒有必要放假 賺到了賺到了 不是小學姓是大學姓賺到了 對… 賺是一個小學姓有年到價這樣子 是啊 是小學姓 現在的人都需要小學姓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可能課業壓力大 而且現在你也知道可能錢難賺啊 所以小學姓很重要 年三天假 對啊 蠻好的 怎麼說 因為平常工作就是很忙啊 意外的假期嘛 對啊 就是把平常累積沒有做的事情 可以放到今天來做這樣